縣府社區評鑑工作日前也來到竹豐社區進行 竹豐社區常年來伴侶長照據點服務 為地方長者照顧良多 也希望在此次評鑑活動中能獲得佳績 我們在日常生活每天有跳舞、唱歌、竹篇 還有做點心、做包子 最主要我們每天都生氣每天在這裡活動 今天代表我們六國參與政府的評鑑 頂年我們也是代表,算一年一年進步 今年運動比頂年我們做的更好 希望能獲得好心 竹豐社區所展現的經營成果 透過評鑑也獲得肯定 但也獲得許多建議 盼幫助社區營運更加順利 竹豐社區未來的一個發展 除了這幾項福利之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更推出他們社區產業的部分 那今年我們也看到竹豐社區 也向勞動部申請的一個多元就業的一個社區產業 我們希望透過社區產業 能夠讓竹豐社區能夠制止自己 能夠靠自己社區的一些產業 來挹注整個社區發展的一個工作 縣議員盧瑞芳也相當肯定竹豐社區經營成果 也希望此次評鑑竹豐社區能獲佳績 我們竹豐社區林宏偉林理事長 帶領這團隊非常的認真 縣政府王科長還有委員來評鑑 他們委員都說你們社區的理事長都帶領這團隊都非常的用心 有進步都非常的滿意 希望這次的評鑑能夠帶來我們社區的分數 能夠比上次更好 議長何勝峰肯定竹豐社區辦理關台據點 照顧長者的用心 也希望透過評鑑 協助社區各項規劃能夠更上軌道 以便為地方民眾提供更多服務 記者盧玉凱入股採訪報導